小店里热闹非凡,变戏法的矮子愣是把那个军官的文书给变没了。 军官说,好了,把文书拿来。 矮子笑道,哎,在这个皮盒之中,请总爷打开一看。 此言一出啊,雕行众人都吓了一跳。 那只皮盒上,贴着皇宫内府的封条,谁敢揭开啊。 那个军官走过去,就要伸手摸那个皮盒。 镖头汪浩天说,喂,总爷,这是皇宫的宝物啊,可不能动。 那个军官说,开啥玩笑啊,还是伸手过去。 御前侍卫马靖霞说,谁跟你开玩笑了,走开些。 那个军官见他穿着侍卫的服色,关节比他大得多,不敢顶撞。 弓身说,死死,请达人把文书还哦。 马靖霞向矮子喝道,你别玩鬼花样了,快把文书还他。 矮子说,哎哟,文书真的在这个盒子里呢,大人要是不信,请打开来一瞧便知。 那个军官恼了,一拳打在矮子的肩头,喝道,不要啰嗦,快拉出来。 那个大姑娘也火了,有话好说,你干嘛打人呢? 军官骂着,混账网啊,咱老子的公文你也该拿来开玩笑了。 张老爷看不过去了,总爷,别动粗嘛。 对矮子说,你快把文书变还给这位总爷。 矮子愁眉苦脸的说,哎哟,我不敢骗你老爷,那个文书真的是在这个皮盒子里,小人变不回来了。 张老爷走过两步,对马靖霞说,大人贵信啊。 姓马,哎,市井小人做事没有分次,马大人,高抬贵手,把文书还了给他吧。 哎,这是皇家的御丰,不是皇上有旨,谁敢打开呀? 张老爷皱起眉头,狠敢为难。 那个军官说了,你不把文书还我,敢为了要进的公司,就是啥口的罪名。 哎,弟兄们,你们都给我拼拼这个厉害看嘛。 王维扬是几十年的老江湖了,见今天这个事儿,透着古怪,心想这个事情的关键是在那个矮子。 于是一伸手向矮子的左肩膀抓去,矮子身子一缩,躲了开去,大叫,大官爷,饶了我吧。 王维扬见他,伸手便捷,更是范怡,正要追过去。 几十名军官士兵已经和重镖头及御前侍卫吵成一团。 汪浩天把皮盒抱在怀里,两名镖头站在他的身旁护卫。 马静侠,撑,打出腰刀,在桌子上一砍,谁敢啰嗦,快退开。 那个军官也拔出刀来,你不唤我,反正我也没得命,今儿个给你拼了。 弟兄们,大伙上了,说着就扑了上去,和马静侠交起手来。 王维扬连声喝止,哪里喝得住啊? 铁鱼的军官士兵也都抄起了兵刃涌了过来,誓成群殴。 正混乱间,门外又涌进一批人来。 有人大叫,什么人在这儿捣乱啊?都给我拿下。 那些官兵给他话声中的威势所射都停了手。 马静侠喘了一口气,见几十名官兵拥着一位青年大官走了进来。 他认得那是皇上第一宠爱的福康安。 现任满洲正白起满洲都统,北京九门敌都兼御林军统领。 忙上前去请安。 其余几名御前侍卫也都过来行礼。 那大官说,你们在这里乱什么? 马静侠说,回统领大人,是他们在这里无理去闹。 就把经过的情形说了一遍。 那大官说,变气法的人呢,那矮子本来躲得远远的,这个时候过来叩头。 那大官说,这件事倒也古怪,你们都跟我到杭州去,我要好好地查一查。 马静侠说,是,是,任凭统领大人英断。 那个大官一回头,走吧,出门上马,他手下的官兵把标杭人众和闹市的军官连同那个回人使者都带了走。 王维阳本来见有七窍,忽见御林军统领福康安到来,心中大喜。 马静侠对那个大官说,福大人,这是镇远标局的总标头王维阳。 王维阳过去请了一个安,大官从头至脚打量了他一番,哼了一声说,走吧,一行人到的杭州城内,王维阳等跟着御林军官兵来到李西湖孤山一座大公馆里。 王维阳暂想,这一定是统领大人歇马之处了,他是皇上跟前第一得统的红人,怪不得有这么大的势体。 众人走进内厅,那大官对马静侠说,各位稍坐一会儿。 马静侠说,大人请便。 那大官静字进里边去了。 过了半场,一名御林军的军官出来,把闹事的军官,变戏法的张老爷和他的家人都传了进去。 王浩天说,刚才闹事的时候,他真有点担心,只怕这些个军官弄坏了御萍,我呀,瞧他们的路道不正。 马静侠说,马静侠说,嗯,这几个人武功好得出奇,不像是寻常的军官,幸亏遇上了福大人,否则呀,说不定还得出点岔子。 王静侠说,马静侠说,这福大人,内功深战,一位贵胄公子能有这般功力,真不容易啊。 马静侠问,怎么,福大人武功好,你怎么知道的呀? 从他的眼神看来,他武功一定甚为了得。 不过,皇室宗族的爷们,武功好得很多,也不算稀奇啊。 正说话间,一个军官出来,传镇远标局王维扬。 王维扬站起身来,跟着他进去了。 穿过了两个院子,来到后厅,只见福康安坐在中间,改穿全身公服,照着一件黄马褂,冒锤花铃,更具威势。 面前放了一张公案,两旁许多御林军的人员伺候着,电器盘的矮子张老爷等都跪在左边。 王维扬,王维扬一进去,两旁公差军官一起大贺,跪下。 到此地步,王维扬不得不跪。 福康安喝道,你便是王维扬吗? 王维扬说,小人王维扬。 听说你有个外号叫威震和硕,那是江湖上朋友们胡乱说的。 福康安冷冷地说,皇上和我都在北京,那么你的威把皇上和我都震倒了。 王维扬,王维扬斗然一惊,连连叩头,小人不敢,小人马壮把这个外号废了。 福康安喝道,好大的胆子,拿下。 两旁官兵拥上来,把他带了下去。 王维扬空有一身武艺,不敢反抗。 接着,马敬霞,汪浩天等侍卫,雕头,一个一个传进来,一个一个的拿下,最后连烫子手等也都拿下了,分别上了手铐给监禁起来。 一名军官双手捧着皮盒,走到了福康安的岸前,一膝半跪,举盒过顶,笑道,回福统领,玉瓶带盗。 福康安哈哈大笑,走下坐来,跪在地下的张老爷,矮子等一干人重也都站了起来,大笑不已啊。 福康安向矮子说,七哥,你真不忘了五诸葛三个字啊。 突然来呀,扮演变戏法的是徐天红,跟在他后边的是周启和安建刚。 扮张老爷的是善军,扮福康安的是陈家洛,扮闹市军官的是常鹤志和孟建雄等一干人。 扮张老爷家人和殿小二的都是马善军的手下。 徐天红定下来替车之后,想到标诗中,韩文冲认得红花会人重。 于是由赵半山扮作香农,骑了骆宾的白马,把他引到松林当中。 长伯志出来一帮手,两个顿时将他拿住。 徐天红变戏法啊,全是串通好了的假把戏。 那个詹帽一共有一模一样的两顶,一顶把茶杯等物一照拿了起来交给周启。 等到众人的目光都注视桌上,徐天红早已经取过另一顶毡帽来东翻西弄,其中自然是空空如也。 张老爷和家人身上所藏敌烟壶和班子都各有一对。 徐天红拿出一支,他们自己带里又拿出一支来,别人哪里知道啊。 至于皮盒之中,自然没有文书变进去,只是这么一闹,陈家洛进来的时候,众镖头和侍卫已经给搅的头昏眼花,已经没有余地再起疑心了。 徐天红欲经济策,只叫陈家洛办一个大官,人而知道啊,阴错阳差,他相貌竟和福康安十分相似。 几个侍卫自行上来请安行礼,这个计策更加是天衣无缝了。 陈家洛思绪封皮打开皮盒,一阵导光耀眼,只见盒中一对一尺二寸高的杨枝白玉瓶,晶莹柔和,光洁无比。 皮儿上画着一个美人儿,这个美人儿,长辫子,小帽子,做回人的少女装束,美艳无比,光彩逼人,秋波流慧,应口欲动。 就像要从画里边走下来一样,众人围观玉瓶,无不遮遮赞赏。 魏春华说了,哎呀,西域回江,竟有如此高明的画师。 骆冰说,我见到霍青童妹妹,直到她这人才已经是天下无双了,哪知道平上画的这个人更美。 周启说,那是画出来的,你倒真的有这般美女。 骆冰说,咦,画师如不见真人,我瞧她也想不出这般好看的容貌。 徐天红说,哎,我们请那位回人使者前来一问便知。 回人使者见到陈家洛,指导是贵胄众臣,恭恭敬敬地行了礼。 陈家洛说,贵使远来辛苦,请问尊姓大名。 使者说,下使,凯别兴,不知官人是何称呼。 陈家洛微笑未答,徐天红插嘴说,这位是浙江水陆提督礼军门。 陈家洛和群雄一愣,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。 陈家洛说,木卓伦木老英雄可好。 凯别兴说,多谢军门相寻,我们组长好。 请问贵使,平上所会美人,是何等样人,不知是古人,还是金人,还是出于画师的异象? 凯别兴说,那是毕族最出名的画师,斯英所会。 这对玉瓶本属木老英雄的三小姐卡斯利所有,画中美人就是她的肖像。 周启不禁插嘴,那么她是霍青桐姑娘的妹妹? 凯别兴一惊,这姑娘你认得翠宇黄山吗? 嗯,有过一念之缘。 陈家洛想问霍青桐的近况,脸上微微一红。 正要开口,忽然马善军从外边匆匆进来,低声的说,李可秀领了三千官兵过这边来了,恐怕是来对付咱们的。 陈家洛点了点头,对凯别兴说,贵使请下去休息,咱们再谈。 凯别兴打了一攻,请问军们,这对玉瓶如何处置? 陈家洛说,另有安排。 孟建雄把凯别兴领了下去。 陈家洛说,各位哥哥,咱们只好先退出杭州,眼下四哥尚未救出,跟清兵接硬仗没有好处。 洛兵恨恨不已,叫道,李可秀关注大哥,咱们先杀了他的小老婆,总舵主,你许不许? 陈家洛不明白,小老婆? 是啊,咱们在提督府拿着那个妖娆的女人,就是李可秀的小老婆。 群雄知道他想念丈夫心头烦躁,拿这个女人出气,都不禁微笑。 徐天洪说,总舵主,你写封信给李可秀,好不好? 陈家洛会议,好极。 提起笔来,就写了一封信,信上说, 李军门勋剑,金尘游湖,谢后令宠,只为军门所爱,故特邀架,仅此奉闻。 红花会会主陈家洛拜上。 陈家洛说,九哥,请你送去给李可秀。 八哥,请你跟随九哥之后接应,杨贵两个人接令去了。 陈家洛说,李可秀如宠爱他的小妾,或许不敢轻举妄动。 但是,若有黄命,他即使心有所计,也不得不遵旨而行。 七哥,你瞧怎么办呢? 许天空说,咱们本来想结了玉瓶,跟皇帝讲讲买卖。 那知道这对玉瓶如此珍贵美丽,料想皇帝见了,一定爱不释手。 那么,他答应回顾的合议,也大有可能。 咱们取了玉瓶,岂不是误了木老英雄的大事啊? 倘若因此而冰莲霍洁,生灵涂炭,也是不妥呀。 陈家洛皱着眉头,话是不错啊。 可是咱们辛辛苦苦得来的玉瓶,就此送还他不成? 徐天空说,我盘算的一条计策,总舵主,您瞧成不成? 当下就把计谋说了出来,周启当即教导,太不光明正大,我不喜欢。 周仲英说,哎,请总舵主吩咐,女孩子家不要多嘴。 周启不想了,低声唠叨着,这不缺德吗? 陈家洛沉思了片刻。 嗯,既要不误回不合议,又要相救四哥。 七哥,你的这条计策,两者兼顾,大可用的。 七哥,你去跟那使者说吧。 转头对周启笑道,七哥对待好朋友,可绝无半分缺德,周姑娘不必担心。 周启一笑,心的说,嗯,我才不担这个心呢。 徐天宏去见凯迭新,说道,我引你去见皇上。 孟建雄捧了皮盒,盒子里的这个玉瓶啊,已经取出了一个,封条还贴着呢。 凯迭新并不知情啊。 三个人来到巡抚的府前,孟建雄把皮盒交给使者,向巡抚府一指。 你自己去吧。 两个人进回孤山马家。 途中遇见杨春学和魏春华,他们说,李可秀接到信以后又惊又怒,收兵回去了。 身排时分,门房递进一张帖子来,说有一个武官来拜会总舵主,帖子上写的是,后学曾图难顿手。 马山君笑道,七当家,你的计谋多半成了,这个曾参将是李可秀的亲信。 沈家洛说,九哥,请你去见他吧。 魏春华来到了客厅,见椅子上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武官,满脸是被滚油烫起的伤炮。 认得,今天在提督府曾经交过手的。 魏春华说,曾将军要见帝当家,不知有何见教啊。 曾图难说,我奉李军们差遣,想见贵会陈总多主,商量一件要事。 哦,毕当家,现下没空,曾将军对我说也是一样。 曾图难心想,我是朝廷命官啊,来这儿见你们这些江湖草莽已经是屈尊了,居然他还搭架子不见,心头就冒火。 可是,既然是有求而来,指得强硬怒气。 居们,刚才收到陈总多主的信,得知他如夫人在贵会这里,盼望陈多主放他回去,居们自然另有一番心意。 啊,这个好办,我想我们陈当家无有不允。 还有第二件事,那是关于回布玉瓶的。 魏春华嗡一声,并不搭枪。 曾图难接着说,回布派人送了一对玉瓶求和。 皇上打开皮盒,却见少了一个,天言很是震怒。 一问使者,说曾有一位青年军官问过他话,那人自称是浙江水路提督李可秀。 皇上把李军们叫去询问,李军们自然是莫名其妙啊。 幸亏皇上盛命,知道李军们绝不会做这等事,其中必有别情。 所以倒也没有怪罪。 魏春华轻描淡写的说,那很好啊。 曾图难说,然而皇上说,这事要着落在李军们身上, 献他三千支队将失去的玉瓶找到城上。 这个就很为难了。 魏春华说,找不到,怕要革职查办吧。 呵呵呵呵,其实呢,不做官也很清闲啊。 不过,若是满门抄斩,就苦恼些咯。 曾图难只得不理他的嘲讽,接着说, 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,兄弟即使特地来求贵会交还。